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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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computer已经成为独立窗口 界面也比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主界面会有一些导航性的提示 点击右上角的头像 登陆自己的账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一个大量的变化 我们的变化抗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indows 11.24H2另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内置的画图应用引入了AI生成图片的功能 要使用该功能也需要登录微软的账号 并且微软提供50个积分 每一个积分可以生成一次图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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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11.24H2新增的另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 可以原生支持对文件进行压缩以及解压缩 微软正在对Windows任务栏上的快速设置进行一些更改 从此版本开始 快速设置界面现在分页显示 用户可以滚动浏览电脑上可用的所有快速设置 而且可以通过拖动来自定义设置的位置 ISO镜像已经下转积分之下转积分之下转 在安装镜像之后 第一时间并不是安装 而是要验证ISO是否是微软官方网站发布的 比如我这个是Business版 那我看一下官方的Business版信息 请注意 微软官方只提供SY256的信息 并不提供MD5 所以在安装之前要首先要验证这个ISO镜像 是否是这个SY256的值 那怎么验证呢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CMD 输入屏幕上的代码 将ISO镜像拖到CMD窗口 如果拖不进来就复制它的路径 复制文件地址 点击鼠标右键进行粘贴 此处敲一个空格 因为系统要对ISO镜像进行运算 所以要稍微等待一下 对比一下官网的信息 其实只要比对前面一小部分 和后面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前面是4A31D3 结尾是8FC90 OK 完全没问题 如果要对系统进行升级 这里非常建议使用ISO 尽量不要使用在线升级 因为在某次大版本的更新中 使用在线升级之后 桌面上的文件全部丢失了 而当时使用ISO镜像升级 就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里仍然建议使用ISO进行升级 方法也很简单 可以解压缩 或者如果不解压缩 也可以直接加载ISO 然后直接双击setup 点击是 虽然没有人为的解压缩 但是在双击setup之后 会自动在临时目录进行解压缩 选择 选择不是现在 点击下一步 这里强调一下 尽量将ISO镜像放在其他分区 而不是C盘 因为更新是对C盘进行的 当然前提是 你的操作系统是安装在C盘的 如果你的系统安装在其他分区 只要不把ISO放在系统盘就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更改要保留的内容 这里如果是使用ISO升级 建议保留个人文件和应用 如果希望可以全新安装 可以选择5 点击安装 剩下的就是等待它自己更新完成 现在看一下版本号 按键盘快捷键 Windows加2 打开运行窗口 输入Winver 点击确定 版本号是Windows 1124H2 默认这个壁纸实在太难看了 我们来修改一下默认主题 选择深色 选择深色 请养择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